杨文明 李宗盛 李宗盛 博士 李宗盛 各位評審老師 各位指導老師 各位同學 大家午安 我们是六位来自建国中学人文社会班的同学 今天非常高兴 能够在这边 跟大家说 我们这六个人 这半年来 共同的故事 每一故事都有个起源 而每个起源 通常有不同的起因所组成 我们团队也不例外 我们是六个人的团队 所以我们分别带着不同的原因 来参加这一次的计划 有一伙伴他非常喜欢记录 关于台湾的点点滴滴 台湾所发生的事件 台湾所存在的问题 台湾的建筑 美食 还有美景 他喜欢把这些东西写成文章 然后发表在他自己的社群软体上 跟他的家人 还有同学 还有朋友分享 然而这些东西毕竟都是散记 它并没有一个统一的主轴 也没有经过完整的整理 所以这些东西反而不会被人家看见 所以他想要写一本给世界的台湾课本 因为他知道 我又把这些东西集结成册 然后翻译成英文 才让更多人看见关于台湾的故事 而我呢 为什么想参加这个团队 我个人因为社团的关系 是有很多机会可以跟外国的同学交流 那外国举办的活动 通常在正式的会议之后 都会有一些比较轻松的时间 那这时候各国的人都会聚集在一起 一起吃饭 一起聊天 每次聊天我一定会被问到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来自哪里 那里有什么特色 我想在座的各位都会跟我一样 很高兴地回答说 我来自台湾 但是我个人 每次被问到那里有什么特色 我除了讲摩托车很多 还有101很高以外 我当时真的会愣住 然后不知道可以再说我做什么 那个时候 我以为 我自以为很了解的台湾 在那个时候 我瞬间 完全忘了 更不用说 那些在我旁边的外国人 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透过我来了解这片土地 所以我想写一本 给世界的台湾课本 除了让18岁的我 再一次用我的视角来认识这片土地 更要和各大旅游景点 还有学校做结合 让更多外国人都可以看见 抱持这个冲劲跟热情 我们六个人参加了这次唐奖的计划 我们开始记录台湾 开始再一次地走台湾 在我们得知我们的计划入选以后 我们非常兴奋地 开始展开各项的准备工作 准备工作主要包含了考察 以及访谈两个部分 由于我们过去并没有准备 制作一本书的经验 因此我们先后拜访了 台湾大学地理环境资源学系的 洪广基教授 以及台南城市作家 王浩一老师 希望能请他们 就他们的专业领域 给予我们一些意见 以及指导 洪广基教授在访谈中 告诉我们 有别于现在中学课本里面 多半使用古典地理学的思考脉络 是先将一个地区范围圈化出来 再进行内容物的盘点 当代地理学更强调的是 重新思考一个地区 如何成为一个地区 可能是因为人口 或是产业 或是自然资源上面的同质性 而促使一个聚落 或区域的形成 洪广基教授提供给我们这个想法 影响了我们在之后讨论中 决定将原本分为历史 以及文化两个部分的书写方式 改为各位评审 现在手中所看到的 以历史看待小旅行的书写模式 而台南城市作家王浩一老师 则在访谈中 跟我们分享了 他过去接待大陆参访团的经验 并且告诉我们 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小 却很美的地方 例如他所介绍的 台南孔庙 供奉儒家先贤的牌位 如果没有经过介绍 很多人可能不会知道 即使在大陆地区的孔庙 都已经没有如此完整的供奉礼制 这令大陆 以及世界各国观光客 都对此大开眼界 这样子的完整的供奉礼制 不仅可贵 更能够让旅客 对于台湾留下深刻的印象 接下来 在七八月时 我们展开了前往台南安平 台东池上 彰化路港等地的考察行程 实际解枪 这些地方考察的目的 除了让我们对于当地 无论是交通 或是环境等各方面 都有更完整的了解以外 更重要的是 唯有透过实地走访的方式 我们才有机会看见 那些隐藏在角落里面 在市面上的旅游书籍 很少记录 甚至完全没有记录的中华文化 以及台湾特色 在考察过程中 我们也发现 很多旅游景点 所提供的旅游介绍 都缺乏对于台湾历史 整体的描述 我们认为这将是非常可惜的 因为旅客可能会因此而无法理解 这些建筑景点 它们背后的故事 以及它们为什么建造起来 因此 我们也将我们的作品 编制为尺寸较小 较为精致的版本 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设计 能够让旅客明白 这些建筑物背后的故事 以及历史 原来是这么鲜活地 在跟我们的生活发生着关系 无论在考察 或是访谈的过程中 我们都越来越明白 台湾是一座骄傲的岛屿 台湾人民认真 诚恳的工作态度 以及台湾 丰富美丽的文化资产 都激励着我们 在往后的道路中 更努力地想要完成 一开始让世界 看见台湾的美好处众 完成了访谈与考察的前置作业 我们的团队正式进入了 编写书籍的阶段 在内容安排的部分 我们决定以历史作为主轴 叙说台湾 但考量到读者与参与者的心情 如果它单单只是一本历史书籍 就会变得非常学术 而且毫无娱乐性 而读者永远只能停留在阅读的阶段 于是我们想想了自己的经验 我会对什么感兴趣呢 我想应该就是亲身参与吧 于是我们规划出 与该历史时期相关的旅游路线 而这一个个小旅行 就是我们用考察的成果 编转出来的 里面包含了景点的历史由来 建筑美学 宗教信仰和当地美食 这么一来 本书就达到了寓教娱乐的功能 让读者踏上台湾这片土地的时候 能真正理解 它背后的历史脉络和社会背景 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像是我们的淡水小旅行 我们就可以真正踏上 来台湾传教的传教士的脚步 走在真理大街上 看着西式建筑 寻找基督教在台湾的痕迹 见证清零前期至清零后期 台湾社会的更迭 也诚如上一位同学所说 我们采纳许多教授的建议 在区域划分上 我们仔细思考历史 对于现代城市景观的影响 才进行区域划分 所以它就不会像一般的旅游书籍那样 用传统的思维 把台湾分成北 中 南 东 四个部分进行介绍 透过于历史背景的结合 我们才能对区域有更深的理解 而在景点的介绍的部分 我们特别留意王浩一老师的提醒 像是在介绍台南孔庙的时候 我们除了提及全台首学的重要性 更说明了孔门七十二弟子 与其他儒学方面重要贡献的人士 虽然大家可能觉得不是那么重要 但是在文革之后 只剩下台南孔庙 是完整祭拜儒家先贤的庙宇了 在完成所有中文稿之后 为了达成我们真正的初衷 也就是让外国人更了解台湾 我们将所有的中文稿进行翻译 我们把历史时期 与一个个小旅行都翻译成英文 如此一来 推广的对象就不再仅限是华语地区 只要是任何会英文的人 都能真正亲身参与其中 在完成文字的编辑以后 我们进入到本书的后制阶段 首先是排版 排版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是将照片以及文字汇集在一起 我们原本希望这本书中的照片 全部都是由我们在考察中亲手拍摄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我们毕竟不是专业的摄影师 拍摄出来的效果难免有些不如预期 再加上有一些景点 我们没有办法实地到访 所以我们取用了一些 来自网路上的照片 但是我们都有确保 这些照片的版权 是开放给我们使用的 我们也有按照作者的要求 附上这些照片的相关资讯 在排版软体的使用选择上 我们原本希望可以使用 专业的排版软体进行排版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 这些排版软体 通常使用起来相当困难 需要花很多时间学习 而扣除考察以及写作 我们几乎没有多余的时间 来学习使用 再加上我们也没有多余的预算 去购买这些昂贵的软体 所以最后我们使用 我们比较熟悉的Word 来进行编辑 除了文图排版 美术宣传同样在一本书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为了不让学生的身份 限制我们成品的结果 为了维持我们一直以来的理念 以高中生的角色 来写这一本书 为了与过往 其他高中生所写的书 做出差别 虽然成品可能不是那么的精致 但是本书的排版 封面设计 张浅夜 精心设计的走台湾logo 还有世界超连结的标章 都是我们的美工团队亲自完成 在完成美工以后 我们希望在这本书出版以前 能够让一些不了解台湾的人 看过我们的作品 再根据他们的意见进行修改 毕竟这本书一开始锁定的读者 本来就是不了解台湾的人 所以在一月初 我们把握了一次机会 向广州市人民中学的参访团 介绍我们的作品 在这次的机会之中 我们以本书的正式时期当作范本 并且搭配问卷 让他们传达他们的意见给我们 在收回问卷以后 我们开始进行修改 像是有一些读者认为 在看完小旅行的章节以后 仍然不知道这些景点的确切位置 所以我们的美工团队 绘制了地图 作为他们来台旅游时的参考 也有一些读者认为 我们可以再增加一些 我们一再强调的 以17岁的高中生的视角 书写的这个特色 所以我们增加了少年旅游杂记 记录我们在考察时的所见所闻 在结束这些 根据问卷所进行的修改之后 由于时间紧迫 所以我们先印出了 评审老师们所看到的版本 但是在这之后 我们并没有马上 我们并没有停止 让我们的作品变得更好 我们的美工团队 重新设计了一些 他们认为可以再改进的页面 而我们也加入了 先前评审老师所建议的 关于台湾的文化变迁的叙述 最后我们希望这本书 不只是我们单方面向读者 介绍我们的作品 我们也希望读者能够给予我们一些回馈 所以我们在书的最后 放上了QR Code 让读者可以上网填写问卷 和我们一起把这本书变得更好 其实到这里 我们这个计划就可以结束了 我们从一个想法到现在 将近300多页的内容 我们完成了一套中英双语的介绍台湾的书籍 但是如果就真的这样结束了 那这本书的未来会是什么 它只能永远地躺在书柜里面吗 它只能永远只是我们电脑里面的文件档吗 这样的结果我们不能接受 所以我们进行了推广的工作 推广是什么 我们认为推广不是一天两天的活动 不是音乐暗停 人群散去就结束 我们认为推广应该是一个长远的 我们在社会中寻找共鸣的过程 为了让更多人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 还有台湾的努力 我们将推广分成校内还有校外两个部分 在校内我们有幸与乡土教学科的老师合作 将与老师在校内开设的特色课程中 使用走台湾作为教材 以检验我们走台湾的本质 给世界的台湾课本 你可能会问 不是给世界吗 怎么会是我们自己在用呢 但是就像第一位同学所讲的 当我们真的走向世界 走向国际 让大家介绍我们的台湾的时候 才发现其实自己 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并不深刻 所以我们才希望从自己开始 从我们的学校开始 让更多跟我们童年临层的人 能够了解台湾 以及台湾深刻的中华文化 另外我们也将部分的翻译权交给学校 让学校可以在接待外宾时 使用走台湾作为媒介 每年来访我们学校的外宾 又有上千位 从山东省的学生 到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 他们都将能够透过走台湾 来了解这片土地 但是如果只是将书 交到外国人的手上 那他就再次沦落为一本 陈旧的旅游书籍 只有阅读却没有延伸 因此我们特地与建宗模拟联合国 建宗使节团 也就是建宗接待外宾的组织合作 由我们编写课程 讲解考察时的经验 还有接待时可以体积的台湾特色 让外国人可以深刻的了解 书中的内容 在校外的部分 我们认为不同的地区应该会有不同性质的推广工作 在北部地区 我们与各大旅游景点合作 已经确定会在中正纪念堂 国父纪念馆 松山机场 还有桃园机场 摆放我们为该地特制的旅游历史手册 除此之外 也将以电子档的形式 在该景点的官网上面 展示我们的走台湾 另外淡水捷运站于月底开始 也将以月刊的形式展示我们的手册 在南部地区 我们在台南考察时发现 许多外国人会选择民宿作为他们旅游时的过夜地点 因此我们与我们考察时借宿的台南在地民宿转圈合作 进一步扩大我们的推广范围 到这里 我们的故事也差不多要结束了 这半年来 我们用台湾 我们的方式 走台湾 记录台湾 今天 我们用台湾的方式 跟大家说 我们的故事 走台湾 and Taiwan is our way 谢谢 好的 谢谢你们给我们一个台湾的方式 还有台湾的故事 谢谢你们 以前啊 远流出版社 曾经出过一本 或者几本 叫做深度旅游 也就是说 它从介绍每个地点 然后到达一个地方以后 就有看到 不是只是走马看花 而是背后的一些历史故事 还有它的含义 都曾经有这么一本书 我不晓得 因为我没有仔细看过你们的比较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还可以进一步就是说 现在很多Google Map 下来 然后跟数位结合 数位典藏的结合 台湾其实可以看到百年来 这一百年来 从空造图 从每个地点 像你们讲的每个地点 除了当地的文化 所变迁之外 这一百年来台湾的故事 几乎都是 可以被走到 可以被了解 可以被 去思考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说 由高中的学生 所编出来这本书 上面要写 我们是高中生编的 这个才是你们的特色 因为我记得说 有这样的东西出来 然后让大家看到 这一百年来 台湾真的很努力 然后你们的书 经过你们的脚步 去完成这些介绍 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那以高中的学生 尤其是高二 你们是二年纪 高二学生 有这样志向 来编写这样的书 竟然还真的弄出来 是在为你们感到骄傲 但是我们在成果报告里面 因为你们是说 这本书是专门以外国人为准 是 所以应该着重在英文的版本 而且英文的翻译 是你们独立翻译的 虽然是英文老师 也有 你们也请教过英文老师 在英文老师介入并不多 主要是你们自己完成 所以你先完成中文的版本 然后才有英文的版本 那后来你们 在成果报告里面说 把中文翻成英文的时候 你如果是字译 一个字一个字翻译是有困难 所以最后采用是意译 按照意思来翻译 或是按照一个整章 整件内容来译 所以你的英文版本跟中文版本 可能内容有相当大的差异 但是在成果报告里面 看不出来 也没有一个样本 让我们知道 你怎样在编写这本书 所以根本看不到 所以我只要在中午的时候 才看到你们的书 我大致翻了一下 那么在简报里面 你们倒是表现得蛮好的 我才知道 你们这本书 为了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其他的书 都是用旅游的观点来看 所以有北中南东 但是你们不是 你们的特色 是以台湾的文化 当作一个重点 那循着台湾文化的发展 来介绍这个理由 那我现在就有疑问了 你们在这本书 里面所介绍的台湾文化 只有史前时期跟原住民 然后再过来一下子跳到清岭时期 就是清治时期 再过来是日式时期 中间有一个正式的时期 郑成功的时代 从史前时代到清岭 我所知道的历史 汉朝就知道有台湾了 东汉的时候曾经还到过台湾 这中间有两千年是落空 在明清时代早就到台湾 那有移民到台湾来了 这一段为什么漏掉呢 那在整个文化的窜接里面 漏掉两千年的历史 那另外民国时期为什么不介绍 你这个没有前世老意识形态 你只是叙述性而已 那为什么没有民国时期呢 所以假定文化的脉络 来编写旅游的书籍的话 我记得中间好像断开了 这个时代有严重的断裂 再过来 你们所介绍的旅游的城市 只有台北 台南跟恒春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样选择 尤其是恒春 它只是一个小地方 在整个台湾的文化脉络里面 是非常小的 刚才你们所讲的孔庙 不是台南有孔庙 大龙洞望法那边就有孔庙 也是存在很久了 所以在选择这个地点的时候 虽然在台北里面介绍的淡水 旺花的这些小东西 到处于是台北 那台南还有恒春 你如果把三个地点的小旅行 合起来看的话 你根本看不到台湾文化的脉络 这是我觉得说 整本书里面 没有达到你们原先的期望 我想在这部分 我想做个回应 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版本 有出版跟再版的部分 那就是其实在我们史前时代 跟青岭中间 我们后来有再加上了 就是像和志时期 还有正式时期 都有再加上去 然后在民国的部分 我们后来也有做提及的部分 然后在地点选择的部分 我们除了台北 台南 还有恒春以外 我们还要选择像陆港 然后淡水部分都有做选择 然后可能景点有比较少的原因是 我们原本也预估比较多 但是因为毕竟我们的初衷就是 我们想要 除非我们亲眼看到 除非我们认为这个旅行是可以的 我们才要把它记录下来 所以有些地方因为 我们没有办法亲自到达 或是考察的东西比较不方便 所以我们就没有去 然后我们也没有记录下来 所以这部分真的比较可惜 但是在历史的部分 我们还是尽我们的可能把 所有落差掉的历史部分 我们在最后版本 也就是会在外宾跟外国人面前 呈现的部分都有补足上去 你实际上并没有回答问题 因为是文化的脉络 当然文化里面的 在描述上面漏掉一大段 你说你现在在版社会不上去 问题是它后面 理由是跟着文化的发展 而不是跟着理由的路线 那这方面也没有打上去 这部分我们的确有遗漏掉 谢谢老师的提点 当时在送计划的时候 你们是少数几个 就是我们第一次就通过 并不需要再修正 就是我们 我们真的很期盼你们 因为当时提计划的那个内容 就是 就是针对 就是写出对台湾过去 跟未来的想象 想法 就是 你是台湾的过去 跟未来的想法 我们现在看到的都只有过去 我没有看到 未来的想法 而且你们当时申请的时候 是永续发展跟 汉学 那现在看起来只有在 即使连汉学都没有 都没有搭的痕迹 永续那个部分也漏掉了 所以这是我觉得 我本来很期待 可是我们因为到今天 我们才看到你们的书 所以其实中午 事实上是来不及 把你们的书好好读完的 那我想请编辑的团队 来帮我 帮老师回答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原本计划里面是说 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籍 来写出对于台湾过去 以及未来的想法 那么针对未来的这个部分 由于我们 就是结语 我们在结语的地方 我们有补足 就是像老师在计划书里面 建议书里面写的 希望能够写上 对于台湾文化变迁的探讨 那在结语里面 我们也有加上 对于台湾未来 我们希望 透过我们整理了 这样台湾的文化变迁 台湾未来 也许文化可以进行 一个怎样的发展的部分 那么针对永续发展的 这个问题 我们原本以为 就是说永续发展是指 台湾既然具足了 这么完整的一个文化 完整深厚的文化内涵 那么台湾当然能够 从历史过去里面 去寻找经验 寻找未来发展的可能 就是因为我们也知道 台湾就是在 外交或是经济上面 比较就是 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但是文化的确是 我们强大的软实力 所以透过这样的软实力 台湾应该能够寻找 出一条永续发展的道路 但是当然我们到后来 进行实际上的 计划执行的时候 我们发现 台湾教育基金会 所希望看到的 永续发展 可能是比较针对于 在生物科技这方面 没有没有 我们希望是 你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这个永续发展 所以我们就很注意 这件事情 我们没有看到 我们没有期待你们 你们用这样的方式 表现出那个 科学或者是 技术上面的永续发展 就是我们有误解 那可能这方面 我们真的就是 比较没有做到 这样子 但我们很尽力 在汉选的部分 有就是打倒预期 因为我们后来以为 就是说 在科学方面 我们并没有办法达到 然后我们就放弃了这一块 所以我们只有在 汉学这个地方 尽量做到扣贴的东西 因为我们知道 这些东西的确跟 就是汉学没有 百分之百的关联性 但是例如像一些 景点介绍的部分 我们也在 例如传统中国的功法方面 我们都有在 做更仔细的叙述 还有一些美食 还有这些 为什么这些 为什么事件 发生这样的东西 我们都有在经过 在从汉学角度出发 在写这些东西 那永续发展的部分 我们真的有点没有做到 就是很抱歉 谢谢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曾院士 通常都是很庞大的计划 还能做这个 因为中华 我们在做数位典藏计划 在做台湾 后来不是还要做了 百年的纪念的时候 都是非常庞大 经会都是非常庞大 但是你们只有六位 所以你们六位 都撑起了一片天 谢谢你们 谢谢老师 谢谢三位评审 也谢谢 剑中的人社班